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人生有什么问题 他会感觉没什么孙 心是想不幸 我想这是大多数 现代人很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老三要来跟你讲 你如果生活这次想过近 你当然你不会快乐 这跟吃饭同样 吃太近 消化不良 违气用 这如果说矩短时间你都用这个方式来 到最后可能不是胃痛的问题 可能到最后可能会得到感情 大胆胺 胃胺 都现代人 这都很多人得到一杯 为什么来得到一杯 生活太不幸 他连好好吃一片饭 他就没那个时间 你说敢有这么严重 中南部的朋友你不了解 我找到一个会友 我如果近日在修作的时候 我坐在吃饭 你说你们都站在吃 只有我没有一个坐在吃 你们大家都站在吃 我说我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公司都很没用 我们每次都没用 没用 我们的公司是正式的公司 很大间的 我们中间都吃饭 都站在吃 吃饭吃的 就去开会了 不然有个小孩去补兵 睡着 不然就怎样怎样 我说你们围团不感觉 这个消化系统会没什么好 我说会啊 我大家也都围团 大家也是都消化系统 都没了 我说一拍小孩说 你们这真的跟自己过不去 有需要 没用到这个程度吗 但是真的 他不是料理国 他没法做 因为公司就是这种生活 我说现代人说 有需要生活得这么辛苦 吃一餐饭 这样坐在吃 你不行了 一段时间 我记得 体重有点重 当然对你来说 八十不算社会 但是我真的四十人 我体重 我不能超过八十 那时候我跟他去奔 八十我刷了 真的我不能 才会八十 怕四十人 因为这么多 一边都先从大股开始了 大股不是变 但是大股就开始变 听到没有 我很害怕 我去找医生 医生啊 他先给他研 研我的火腾 他说 你这没什么 你只要继续 继续的体重 就好 你这只不就是 湯牛边的前兆 我走到死 又跟他说没什么 糖尿病 前兆你跟他说没什么 你现在四人看太多 就对了 开玩笑 我担心去出了一个火鱼 我说 他先跟我说 我很坚定 我的火鱼在做中医 他跟他说什么 他说 这边要治疗很简单 因为你现在又不是一般 你这都会以兴致 你快跟他说怎么做 看你吃三个油 不要太多 我们都吃了 他说都不用 他说两行 头一行 常常喝水 一天喝一个 两三千cc 两千cc起跳 一室喝水 常常喝水 常常喝水 从我们的独属 可以来排出去 他说第二 吃东西 四脚慢燕 我说 这四日真适 我记得我国秀的时候 八月末日的时候 学校教科书就有说 吃饭四脚慢燕 我说 这已经说起来是差不多 三十几年前的公司 但这三十几年来 我才有四脚慢燕 都没有 我怎么知道我没有 因为我问这个医生 我问他 我请问 这个 偷偷吃四脚慢燕 这是一个形容书 你不就跟他说 如何吃法 如何煲 才叫做四脚慢燕 他说到最后 我真的听得翻 他说到你吃饭 吃菜 每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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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薄薄薄 十几月吃吞 你笑死人 有个人 一个便当 整个便当 也薄十几月就下去了 人家一整个便当 就下去了 他说 每一嘴 加多燕工 就是 什么现代人健康都不好 边对嘴进去 你吃就吃不到的东西 一两管的东西 都质的东西 如果中一来说 都灰气大 都瘦的东西 那种东西吃很多东西 对你身体哪里好 我们吃的东西 都是化学的加工的 都很多農友的 你身体哪里好 他说 但是我们没那么大 你说我每个东西 我都把刺得都好 不像乌夹小帅 我就拿一张鸡 银子做的 和七眼看的变不 变成不成 我说 不可能 他说 其实要再一步 不然你吃的东西 多次 你慢慢煲 慢慢煲 再加水 那些毒素 都摆得出去 我说 真有道理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 我最常提醒 我还没做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都提醒 够薄鬼 不要再拼拌 我们就是在干时间 中午餐 中午餐 你说中午餐 中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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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班做的朋友 只能说 下班 中午餐 中午餐 只能在把你的办公室 坐电梯下去 到下班 买了一个便当 就十分了 回来而已 还走十分了 现在吃的时间 只要存十分钟 十分钟 一个便当吃真的 如果吃了 电脑打开 如果在看新闻 对不对 还在上网 看资料 这都消化不了 青菜薄薄的吞吞吞的 一個便當十幾歲就吞下去了 現在吃飽而已 電腦關鍵打到那裡睡 我們就是過一種緊張的生活 無關你為貴用 無關你消化系統 無關你身體體質 連來連來 我們說酸性體質 你的體質 我們人都有酸鹼質 結果我們都生性的體質 都很容易中感 我們吃太多肉 因為我們在便當中沒有一個肉 我們覺得很不甘願 我在這裡做牛做米 沒有吃一粒滴 我們不甘願 吃一粒雞排 吃一粒滴排 是不是 不然我上班這麼辛苦 所以我們吃下去 吞下去 感覺這裡有一種巴軸 一種不安軸感 結果對我們身體其實失敗 因為一個東西要好吃 都調味了 都放多 味道都要放重 那些東西要好吃 都先生過 那就是已經產生化學變化 已經都沒有生氣了 那種東西吃到在哪裡 對我們身體 那都失敗 那是以前沒有冰箱 那是古早時代 古不離三種 那些東西沒有冰箱 用鹽或死 比較不好 那是那些時代有那種做法 那些時代人吃那種東西 為什麼不發病 因為那些時代人 人家農業社會 他有在運動 因為那些時代人 他沒什麼在用頭腦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罵各位 各位過期在做產 我不是在罵你 我意思是說過期一種年代 我們沒有勇鬧過多 說這樣比較對 沒有勇鬧過多 我們台北都在做 有在做 有在勞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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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做拍一頭 以前一頭 醋養成無法拍到沒有死人 現在一頭拍一拍 勞關 我們就喝水 以前的水清潔 所以你看 古早人 雖然吃生的東西 雖然是真的經濟壞 但是為什麼不拍片 因為身體用 現代人不一樣 現代人有冰箱吃的東西 很新鮮 但是為什麼要過變的一大堆 為什麼拍片的一大堆 很簡單 因為現在一頭拍完 這樣拍完的死人 醋養成朋友 現在火水不會悶熱 悶熱會禿頭 因為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東西 你吃東西之後 對我們的身體 很大的負擔 因為我們運動量太少 我們辦公室都坐著 都沒有在那裡 所以這樣很自然 我們的身體 一定就是 抵抗力就是變差 所以 如果 你如果是 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你一定是 吃飯吃快 生活都吃快 每天就快快快 整個生活這招太快 身體就不健康 身體不健康 不健康 壓力又更大 所以 現代人最大的問題 生活的腳步 太快 生活的腳步太快 就像是吃飯吃太快的消化不良 人生活的腳步太快 的時候 就是你整個人的運作 不正常 所以你生活了太快 24點鐘 你當作48點鐘的使用 你本來吃80歲 因為你炒了過頭 24休息 你當作48休息就使用 所以你本來吃80歲 相對說 可以了 你跟40歲 你的時數 擴大已經贏了 所以40歲就快去 現在一種人很多 四五十歲就 如果如果是40歲就快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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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14歲休息 你太認真了 拚了過頭 所以生活的這次 太快 也許很多現代人 生活品質不好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從早上起來 就是 沒用沒用 快 緊緊緊緊緊緊緊 不怪 生活這次太快 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 快點上班 不會有了 快點兒 上班 不會有了 你相信嗎 我們整個台灣 白蘇社 我不知道 我們福利品的觀眾朋友 可能比較好命 我們如果說 中國大陸的觀眾朋友 可能比較好命 如果他說 我在台灣所看到的生活 我真的覺得台灣人很難命 一早上起來 大家全部不服 全部不服 老鼠在上課也不服 學生上課也不服 上班族也不服 主管也不服 老腳接電話的總機也不服 大家全部在看著看著看 真正 整台灣 可能太超過 整台北 台北是這個 都市區就對了 每次去看著 你問一下 看著看 經過的人 他的民眾都叫你 來不及了 民眾都叫你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所以你看 那些捷運 大家民眾都很快看 因為來不及了 他要笑出來 他笑不出來 那個客公車 來不及了 民眾很悠久 那個站在旁邊 大家站在旁邊 快點 做什麼 來不及了 那個塞車的 那如果說在搭車的時候 那如果再給你 鞋鞭鞭鞭鞭 滑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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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怎樣 你想想看 正常外面 六星大在走 正常的速度 應該怎樣 應該這樣起來 噢 起床 起床 應該是 只要去洗臉 洗水 在那裡 衛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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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你現在不是二十歲了 你要記住 你現在要起床 不要對門床 一個就這樣起來 不痛 你要注意 現在要起床 就要先撤睡 洗的時候 蜘蛛 先這樣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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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一下 慢慢 再來側身 手指 慢慢 這樣 抬起來 不能這樣 一隻狗狗 切狗 所以 抬起來 再來第二動作 腳下 第三動作 已經變速 在那裡 不能這樣 現在不可以蓋起來 現在都要慢慢來 所以正常委員 應該是像我們剛才所說 都慢慢來 原來變速 水 先製作200cc 先喝下去 200cc 磁吸太好 磁吸太好 再起來200cc 先喝下去 再來變速 身體放好乾淨 再來放好緊張 做一個早鈔 再來慢慢坐在那裡 吃一個雜湯 喝一個飲料 差不多雜湯 吃一個半小時 我們現在來上班 把政府聽一下 老三現在說的是什麼 明末清楚的生活 現在有幾種生活 現在人的生活 是什麼生活 現在人的生活 就是 給我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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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老三个视频 人们怎么过得这么艰苦 我们先说一个人生金融 说一个圣经的圣经 圣经说 你们就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 不要你自己在做神 要可以安静 所以安静实在很重要 现代人没有我多 我太近了 我们刚才叫做正常卫民 现在现代人叫做古代卫民 现代人是什么 一个基层而已 快点 买乎 这一切包括吃早餐 那半小时之后要继续 要怎样有可能 就只好是 关键起来 几分钱 洗脸洗脸 清清的出门 早餐可以买 车顶 我们先来解决 所以现代人的生活 太坚定 太坚定了 现在你说 去上课 快点 上课 大家就唱一遍 怎么这么近 上课五十分 好漫长 怎么这么久 所以这种的步骤 是很违反我们的人生 你如果说在国外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 人家下课的时间二十分 你知道吗 我在 Brisbane就是这样 他下课的时间二十分 在这些上课 不是叫你在那儿炒黑帮 在那儿生意 好 全身都很坚定 他不是很坚定 都很坚定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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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整个上课的 tempo 都是万万万 人家是这样 人家不是 人家是近近近 都用处理的 所以学生也坚定 上班很坚定 日本说得恐怖 台湾真的要算好 日本是怎样 他会去算 算你从这儿走到那儿 走整步 他在办公室 又经过设计 设计一个 索得你走路的时间 你共调效率 共调到你人 跟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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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快乐 所以日本人 都没有快乐 虽然日本 在全世界 很有竞争力 但是你做一个 日本人 你就不会快乐 因为日本人 就像一个小螺丝丁 一样 他像有这种 他的工作 做得好 要怎样做得好 人家公司的制度 都会设计得好 好 真的说起来 太过辛苦了 当然不是每一个工作 但是日本有很多 企业 他就是在追求这种效率 所以这些人 就是一种坚定的 气氛 之下 他在生活 再来 我们的经济 也让我们很坚定 你如果有投资股票的人 坚定 真的有坚定 我们的股票 每个人都这样 起来 起来 好像坐云霄飞车 的一样 坚定 真的怕得要死去 所以 整个政治的环境 让你坚定 因为心门打开 就是蓝绿的恶毒 经济的环境 让你坚定 社会治安 让你坚定 国际的局势 让你坚定 再来企业 让你坚定 现在天然的主观 要让我们饮料 让你坚定 亲爱的朋友 你会快乐吗 太困难了 太困难了 我们经过生活 都是坚定 坚定 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对 可能中南部兵 他有什么想法 比较好 如果以台北市来说 我觉得很困难 连到一个本社 跟你几点 共産董 说起来有什么想法 我们家本社 要拿去拼 就要几点 跟门口 听哨音集合 我真的有兴趣 对不 没有哨音 听音乐 本社才听音乐而已 大家面对表情 左手一带 右手一带 哈哈哈哈 去倒本社 真的感觉 这种事情 我有什么拼净 我不知道怎么说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唯一庆幸 就是我住的地方 日本社长很近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有时候要出门 要上班的时候 要到车站起来 跟一个本社 我觉得我好幸福 我好幸福 我不用每天 7点 因为我5点 也可以去拼 真的 那种 随时 可以去丢垃圾 那种幸福 有时候 有需要活得这么辛苦吗 真的是幸福 我有时候三天拔 晚上 那本社长 10点关闭 关闭 那种东西 不怕人偷偷 所以本社长在门 我们可以拼过 拼过 拼像我警察不给你捏 爬垃圾场 警察不会管你 我本社长拼过 拿去等一等 再拼出来 觉得好幸福 我非常幸福 你知道吗 现代人的生活 是坚持到这种程度 你看有可能吗 当然是可能 三不方便 三不方便 又有报纸给我们 提供一下 说什么黑心米 黑心油 又黑心青菜 又什么 这个新闻报纸 我说死了 想说死了 他报的东西 你已经都吃下去了 没有了 阿北大 当然阿北很大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吃到这个报纸有报 新闻有报 说那个东西 是什么过期的 是什么黑心食品 我就吃下去了 你准备在说 你卖报 你卖卖 你卖卖卖就好了 你明明下价就好了 那种东西 就是已经在市场 已经买了 你现在告诉我们 各位你已经吃下去了 你告诉我这个送什么 我当时觉得 这种东西就不知道 怎么送三回 改革的不过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你就叫它卖卖 補三回 你就只要一道明明 叫这些朝夕市場 叫这些买的 这种东西 光景都撤回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就是在说 现代人是什么不快乐 太快 我们现在在过 都是快转的生活 都两倍 六眼大 可以遥控器吃下去 二 两倍速度 有的又四倍 八倍 有的十六倍 有的又三十二倍速 很多人在过 就是三十二倍速的生活 比正常速度 近三十二倍 不怪你近四 不怪你的感情 那整个tempo 你都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说速度 你自己稍微控制一下 人生是在你手中才对 我们不能说 条件正常速度 我们只有三十二倍 我们是不会降低到十六倍 我们十六倍 这些人是不会降低到八倍 我们尽量慢慢慢慢慢慢 Tempo放到正常速度 满了才会久 满了才会好 这部时间到这里 满了一支 这里继续收看 多谢 不说不愉快 是怎样人家要祝福拜 我想这是我们世间每一个人 最第一无奈 或是我们无力处理的 但是无奈 因为你欢喜也好 你没欢喜也好 所以我们出了就是说 这样分开了 我要处理我的鼻胸 我要怎么处理 今天邀请了一位 就是他在便宜里面 上一位面对这种问题 一个妈跟便宜的 潘美惠牧师 来 请对大家亲安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啊 鼻胸 鼻胸 有时候想说 相对给我们的笑就好 哪里面有鼻胸 但鼻胸其实有一个必要性 对不对 对 嗯 到底什么是人生啊 嗯 其实 人生就是 男生出世的时候 对 他出世的时候就哭了 对 他死了一位 笑到 对吧 对 但是他惊惊惊惊惊惊惊 他一生的时候 气口感觉到嘴了 结果呢 他离开的时候 他离开的时候 人家就这样 一口气吞 刺下去的时候 人家一种 比较狂 是啊 狂过 特贵的时候 很高兴 结果 病的人 死去病的人 是都在那里提供 所以人生就是 没得到得票比较 没错 嗯 但是你在面对 那个失望的时候 有可能 那些人有办法 你无聊的时候 你可以做准备 是啊 你如果说 首先的栽果就可以了 现在想到 面对的时候 是说 你没办法无聊 在失望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面对的生意 刚才我们在 之前 整个星期 有在说 就说面对严重 那还可以 让你有些准备的 还有一个过程 至少还有安宁照顾 臨床照顾 但是有的 非常是 很快来的 所以 那先像 你遇到车河 是 遇到天災 先像 一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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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跟好朋友 要去打架 打架 結果到求定的時候 忽然間他的身心就這樣 剃掉 心臟 心肌就回去了 很快 隨剃掉 送去金山 之後再送去淡水 其實已經都 所以到這裡也要做基礎 要做基礎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家修 那個太太 那種無奈 他不想生人 但是你 之後你一定要去選佈 對 你也是要請他來看 但是那個說真的 我去扶的時候 整個都軟的 整個都軟糕糕的 都不知道 但是 這個經驗我有經驗 雖然我的經驗 沒有剛才跟他一樣 之後他就要送他到太平間 到三點連一句話都不說 到後來 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去跟他分享 我去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我就跟他說 因為他的身心生胎 我就叫他丹太太 我跟他說 我身心也叫他生胎 所以我還有一個情侯 不是彭博士 還有一個叫丹太太 丹太太 我說 他說 因為我也在五年前 我跟你的經歷一樣 也是富人間 他之後是說 有的馬上 臉上看起來說 你也跟我一樣 你是怎樣 就開始有認同 一般人都沒有照顧 來就告訴我 你是怎樣 我就開始說 其實我的身心是在 晚上8點20 去讓人攏 攏 攏的晚上10點50分 就過了 所以這也是富人 完全沒有辦法 你都沒有辦法去無聊 這種叫做非預期的愛上 你沒有辦法無聊 因為他才會跟我說 你怎麼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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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我感受到說 因為我走過一條路 這是在九年前 我也在家裡 家裡的時候經歷 這對我來說 對我的生命 是一個很痛的 對 那也是富人間 你放到 你不知道要怎樣 再來 我鬆到八天之後 我有一個完工告訴我 欸 博士 你做人也不錯 你們最多的是 二十四點鐘 7-11 所以 我講到這裡 我要插 其實最困難的是什麼 我想像今天這一集 一定要分手兩集 再說 最困難的就是 當你已經做到這件事 你還要面對支援的人 他們很多很多 自己的想法 他們對這件事 他們給你下一個結論 還是說他們在開始 說怎麼會這樣 好像清楚 你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 還是什麼 我想這裡有很多人的發展 我們後一集 可以繼續 我來討這個外地 面對這個 這個強烈的被凶的時候 你有可能 三千有很多的反應 可以我們暫時先到這裡 先感謝彭博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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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졸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